韩丽萍现在是中办副主任 同时是彭办 彭丽营办公室是对外联络的总协调 他都监管起来了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头两天他私下里面 见了一个他当年的老师 现在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习身边人见谁都提前报 报完还回来就写报告 而且一个人不是单独见任何人 不是过去见外国人不行 见中国人也不行 他这回就见了这个老师 而且确实有人在场 但是这个中间在场的人 就找上厕所啊什么各种理由 咳嗽啊就出去给人留下 韩秘书跟他对话的机会 这个跟他对话的人 给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今天七哥掌握他们的秘密 他说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 想了半天 拍了拍对方的手 历史上从来都是皇帝的身体 决定着乾坤 离开吧 快走吧 这个韩秘书韩主任 我再说说 这哥们也跑出来了 也是爆料革命 今天刚才我看到了 在下面一直发笑脸的 就是他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